我是國防醫學院畢業 小兒科的training 是在台北榮民總醫院 我民國91年就派到台中榮民總醫院 我在台中榮民總醫院是負責重症科 我在台中榮民總服務了大概十五六年 我在台中榮民總最主要就是在負責血液腫瘤這方面的兒童 很多小朋友就是必須使用造血幹細胞移植或是期待血移植 在台中榮民總大概也做了將近五十例以上造血幹細胞移植 現在退休以後現在是在台北的政興醫院 那也是負責小兒重症科 這個兒童得到癌症 一般人的觀念就認為說不可思議 因為癌症什麼樣痛應該都是大人的疾病 怎麼會小孩子得到癌症 那當然事實上還是有 我們台灣有一個化名國兒童癌症基金會 兒童的話這個癌症跟大人有的時候 種類不太一樣 必須用一些特別的方式 為什麼要說像馬拉松一樣呢 就是說因為這些小朋友 除了在治療當中 常常我們給他做一些藥物治療 但是藥物治療都有很多的步驟用 打了這個藥物以後會造成免疫力下降 那你免疫力下降就會相對的產生發燒啊 感染啊甚至敗血症啊 那等到你的這個感染敗血症治好了以後 接下來你又要再繼續的 接受化學藥物去做這個下一次的這個療程 那打完以後又產生免疫力低下 就是這個有點像不間斷一樣 有點像這個馬拉松一直在跑 好像看不到終點一樣 現在當然有很多的方法 能夠來提升至於你 像這個造血幹細胞移植 那就是譬如說你找到了這個 合適的配對的細胞 那你做了這個造血幹細胞移植 誒說不定你的這個治療就終止了 當然就是這個終止是對於你本身的疾病 但是隨後的這些你的正常的這個生長發育啊 還有內分泌系統啊 這些我們都是要去定期去追蹤 小妹當時發病的時候 我記得啦大概一歲左右 她來的時候就是 血液裡面的這個所有的血球都下降 白血球也低 血紅素也低 然後這個血小板也低 而且到處身上紙斑 那後來經過檢查 骨髓特別奇怪 骨髓完全是纖維化 這個疾病非常非常罕見 這個原發性的這個骨髓纖維化 通常是發生在四五十歲以上的老人家 小孩子的話這個也不是沒有 那這種原發性的骨髓性的這個纖維化 在大人來講的話 他的進展比較緩慢 在兒童的這個發生以後 通常會在六個月到十二個月 會轉換成一個血癌 這個小孩子可能應該要定期追蹤 結果這個小孩真的大概 我記得應該是八個月後吧 牙球啊 這個周邊血液的牙球就越來越多 那我們又再做了這個骨髓的追蹤 結果確診它是一個急性骨髓性的這個血癌 急性骨髓性的血癌 目前來講治癒力並不是太理想 如果你用傳統的藥物治療的話 大機會大概是百分之四十到五十 頂多這種病人的話 如果你能夠找到合適的這個造血幹細胞 那給他就必須要去做移植 那如果做完移植 或許他的這個治好的機會 可以提升到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八十以上 我跟父母解釋以後 那父母就應該要聽從醫生的建議嘛 通常一個一歲多一點 不到兩歲的小朋友 他的體重很輕 最適合的應該還是期待血 因為期待血這個東西 第一個它的這個好處 它可以立即取得 你配對好以後 就可以馬上來進行 那第二個就是 因為期待血它是之前就儲存起來 對於這個捐贈者 並沒有什麼傷害 因為你不純它也是丟棄嘛 那第三個它的感染率也低 因為期待血生出來也沒有什麼污染 比如你要拿一個成人造血幹細胞 那可能有一些我們不知道的疾病在裡面 起碼要至少八周的去篩檢 才能夠確定它能不能使用 所以這些都是我們 期待血比正常的造血幹細胞 正常的骨髓造血幹細胞 要來得好的這個地方 這個當時就決定 給它採用這個期待血 很幸運的就是在訓練公司 是找到這個六分之六配對的 蓋蓋細胞的數目也足夠 所以記得就給它做了這個移植 那當時也在下相當幸運 它是一個非常成功的一個案例 那它後來也沒有繼續再使用化學藥物治療 它就是像正常的小孩一樣 我們年輕的時候當住院醫師 還沒有這個期待血儲存的這些技術 很多的東西都丟掉了 那想想看真的是不值得 那期待血現在發覺 有這麼多的這個潛力在那裡 所以把期待血儲存起來 應該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方法 未來來講的話是一個 我們現在常常有人就講 這個骨髓移植現在變成造學幹細胞移植 那慢慢就要進到什麼 我們叫細胞治療 就是說 將來就是靠一個細胞 一個幹細胞 它可以衍生到各種不同的組織的這個細胞 那只要你那個組織有不好 那我們就利用這個幹細胞 把你再製造一個同樣的細胞 一個組織 然後把你修補回去 這是所謂的再生醫學 當然就是說這個期待血當然要儲存 可能需要 因為東西要儲存起來總是要有它的成本在 那當然如果你的經濟不是太困難的話 我個人倒是蠻鼓勵能夠把這個期待血能夠儲存起來 因為未來的醫學的這個發展 你真的是不可以用現在的這個眼光去評估的 它的潛力非常非常大的 好